收息股不等于高息股,过去两天,股市信息混乱,3月8日,恒指大跌558点,但是恒指成份股中,股价上升者多过下跌者。 3月9日,恒指轻微高开,之后急速下跌,然后又急速反弹,再下跌,再反弹,换死许多根市狠紧,不断追星追孤者。 更奇妙的是,市场竟然一,到从四方八面传来国家队入市买A股的消息,这种消息真的不知道从哪里来,最终,市场只兴奋了一段很短的时间。 收市时,外地数大指数传跌,外地创业板指数跌得更重,短短三个星期A股创业板指数下跌25%。 这一切,是全球性科技股大调整的表现,目前最佳的行动是耐心地等待调整结束,现水平不论是沽空或是薄反弹,风险都很大。 不过,市场也不存是坏消息,正如3月8日,恒指大跌的同时,恒指成份股升得多,跌得少,大量旧经济股都在回升中,投资者在等待香港特区政府与内地中央政府同时宣布开放边境, 做内地旅客生意的大商场股九仓至第1997股价有力的回升,九仓集团004宣布增加派息。 从去年至今年农历新年的首两个交易日之前,新经济股热炒,收息股被抛售,投资者把抛售收息股的钱来追买股价会飞升的新经济股。 现在,新经济股面对严峻的大调整,相信有相当部分资金会转回保守的收息股。 暂时收息股要在观望走势,稳定的收息股如港铁066股价已创一年新高。 当然,收息股不等于高息股,有些高息股之所以高息只是表面上的历史数据, 那是因为过去一段时间股价大幅下跌所致,而市场计算股息率时,仍然沿用去年旧的派息纪录。 因此,买收息股也得耐心的等待企业公布业绩,确认新的派息金额不下跌才可作准。